死球和殉职的特工交换大脑 手术非常成功 因为仅仅过去了24小时 死球的人格几乎要被特工取代 但特工的妻子显然不能接受 抬起枪就准备崩了眼前的滚蛋 可就在他扣动扳机之际 死球突然说出了一个 只有他和妻子知道的秘密 虽然匪夷所思 但妻子最后还是不得不相信这番说辞 可是不等他们捋清楚一切 但死球为了家人安全 没有丝毫留念 便离开了这里 他寻着特工的记忆 来到大学图书馆 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皮包 里面藏着掌控核弹的机密 然而他不知道 恐怖分子早已埋伏在门口 所以不等他离开 死球就被恐怖分子们电晕 带到了地下停车场 恐怖分子的手里 以特工的妻女为威胁 逼他交出机密 然而就在他们打算杀了死球灭口时 中情局的人赶到 和恐怖分子们 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趁着战场变得无比混乱 死球抓住机会 朝看管他的恐怖分子 丢出一瓶硝酸溶液 随后又是一瓶甘油 两者一结合 瞬间爆炸 随后死球毒